和你一起重新看待生活 找到未來可能的鑰匙 這裡是雷蒙30 哈囉 雷蒙30進入第二週啦 希望你會喜歡目前的模式 我們週間以兩個短篇幅 15分鐘以內的音頻內容 還有週六的30分鐘的問答形式 來回答讀者們的問題 其實話說回來 也因為這個節目 讓我和我老婆 每個週六都能來好好的對話一下 我覺得挺好的 當然下週之後 不定期就會有兒立人物採訪的內容了 但因為要透過對話 來展開他們的故事還有選擇 所以篇幅應該會是一個小時左右的長篇幅 一想到剪輯可能需要兩個多小時 我又要頭暈了 好啦 回到本期的EP04 我想先回答讀者的一個問題 因為EP03的問答一開始 我說了一句話 現在一個人的成就坐標系 已經不像陸地 而是像海洋 所以就有讀者進一步的問說 能不能把這句話展開來說明 好像聽不太懂 沒問題啊 因為這其實應該是我當時講得太快 太抽象的問題 所以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過去一個人的成就坐標體系像是陸地呢 這是因為我們是在平面上行走 而且你也應該知道你要走去哪裡 畢竟前面有人幫你立下了指標 也就是前人立下的指標 你如果跟著足跡走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你不會錯到哪裡去 然而因為科技跟工具的進步 資訊傳播的方式已經加速改變了 過去認為歷久不衰的跨國大公司也有可能突然倒地 新型的大型企業的成立也只需要短短兩三年 未來個人的成就坐標體系 其實我認為不會像是陸地 有著明確的前人的指標 你可以知道往哪裡走 而且走得很安全 而會更像是海洋 我們從2D的平面到了3D的三維空間之外 而且在大海之中因為變化極大 我們必須要自己去探索 去找到適合的節奏 風險可能會更大 但也更加自由 更能找到你自己的價值使命感 其實我過去學管理學的時候 常常聽到老師們說職業發展 我們必須先選擇發展好的行業 再從中選擇好的企業 最後在這間企業裡面 找到你得做的職業 也就是一種行業企業職業的坐標體系 聽起來挺正確的 但如果我們仔細的去想 加上現在電話極快的環境來看 你會發現這樣的職業發展坐標 正在鬆動 以行業跟企業來看 其實iPhone到現在也才10年 蘋果的出現讓Nokia被淘汰了 或者把時間拉近一點來看 現在崛起的字節跳動的抖音 它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 就已經改變了我們影片 還有社交的生態 其實現在的行業定不是不變的 過去我們可能認為 一個行業的變化幅度 可能不會像一個企業變化的這麼快 畢竟它是一個群體嘛 但現在你還會這樣認為嗎 可能上個月發展很好的行業 下個月因為遇到了肺炎的疫情 就面臨衰退 你看看這幾個月的旅遊業跟飯店業 那我們該怎麼辦 於是我翻了翻我過去的筆記 我翻到了一個在2017年的一則筆記 是來自得到APP上的一位老師 他說現在人們更關心新的職業坐標 過往我們關心的職業頭銜 可能是產品頭銜 可能是市場總監 這種在企業內的頭銜稱號 我們非常的在意 但現在我們更關心的是 我們能不能做出一個好的作品 在這個企業在這個行業之中 我們能不能打開一個新的市場 做一套新的驗證的模式 我更關心的是同行圈 同業圈 而不是同事圈 他說職業的全新的價值坐標體系 分為三個 叫做圈子 能力 還有特色 跟過往的行業 企業 跟職業 產生了變化 其實我也非常認同 因為我認為未來最有價值的 應該是在各個垂直領域裡面 能力超強 而且具有人格特色 還有影響力的人 而那些靠著年紀還有資歷 混到一個企業金字塔中高層的人 則應該是最有危機感的人 因為他們可能很快就會被 其他行業的人跳過來 搶走了職業 這樣子的思路大概來說就是 個體將會漸漸的 從組織裡解放出來 未來的職場人 若你有一門獨特的手藝 也有著鮮明的個性 加上你的圈子裡面 有個兩到三百個人 你就能活得很好 我也蠻認同這樣子的思路的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這位老師說有三個方法 第一是走出去發展你的圈子 尤其是同行跟同好的圈子 不要只是待在自己的企業組織裡面 你要去看看大家關心什麼 你對於大家有什麼樣的價值 你的優勢又會在哪裡 所以第二是找到這三個問題的交集 持續的去做累積 去累積那些大家關心的 你能提供給大家的價值 還有你的優勢 這三個問題交集的能力表現 最後是去放大你的特色 其實不太誇張的說 現在是個個性化的年代 連品牌跟你說話都需要一個人設 才能打造好品牌的形象跟IP 才不會讓你覺得這個品牌 沒人味沒溫度 讓你覺得好像沒有罵互動 只可惜台灣的教育 從小都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太去凸顯自己 我們的教育默默的讓我們 壓抑了我們自己的天性還有特色 然後我們就漸漸的成為了一個 沒特色的好人了 這才是最大的風險 好 今天的內容差不多就到這 雖然個人職業的時代還沒來到 但希望我們都能在自己企業的組織裡面 找到圈子 積累能力 發展特色 為未來不確定的時代做好準備